剛剛也講到說 中俄他們研發了一些武器 軍艦讓歐美搖頭之外 中國的房市現在也讓人家搖頭 因為這個房市的部分 真的是蠻低迷的 所以要請教為智 因為現在傳出說 中國這邊希望能夠提振房市 無所不用其極 他們希望年輕人趕快去買房子 甚至還推出了全家接力套餐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 還有外公外婆 也要幫忙去付房貸 這個厲害啦 中國 只有你想不到 沒有做不到的 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美麗主席講的這部分 這是河南商丘出的事情 什麼意思呢 你只要有買小麥買蒜頭 這些錢都可以來抵 這個所謂的買房子的錢 尤其是這個小麥可以抵到 16萬人民幣 大蒜可以抵到10萬人民幣 16萬等於68萬8 那麼10萬等於43萬 就是說你買的這一個 這個農產品可以抵 這個所謂的買房子的 就逼你要來買這個 這個目前一大堆爛的房子 沒有人買 那重點是什麼地方呢 因為這一些 他很多措施 他還有什麼措施 就是他甚至就跟你講說 我們發那個房票 發房票就是我給你徵 等於徵收你的 這個有一些房地產的一個土地 但是我給你房票說可以 最高可以來到8%的優惠這樣 那麼還鼓勵你多買幾套 甚至一大堆的優惠多借錢 如果這樣幹 你還不太來拿錢出來買 哇 更可能一招來了 這個我們的青島 我們山東 我們余將軍的樓箱這裡 厲害了 這裡他怎麼想呢 他說青島那個街道辦 他怎麼說呢 你啊 惡意不買房地 與茶道銀行就具有存款 與你體心談話 教你來談看看 你如果拿一堆錢 你錢發到你的存款裡頭 你不把錢拿出來買房子 咱們就來聊聊天 國產台灣跟你聊聊天 欸 如果台灣這樣 民進黨政府早就給我們拚了 有啦 那這樣子這樣幹 叫你說你惡意不買房 然後呢 你剛剛提到的 那個接力貸更好笑 接力貸是什麼情形呢 還有安居貸 安居貸是那個運作搞的 安居貸是說來啦 這樣啦 你比較快要買房子 錢三年利息很低啦 後面27年等於說貸款30年 前三年你只要繳低了利息 那個我們的中國話叫 羊毛出在羊身上 台語叫做 咕咕咕咕咕咕咕 你以為後面都不用繳錢嗎 對不對 那你這個買下去之後 不就套在那邊了嗎 對不對 對 好 那你剛剛提到的 這個接力貸更好笑啦 接力貸是說 把你的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的退休金 有點像我們勞保跟勞退基金 你如果說你的勞保 我們勞保跟勞退 勞保有分60歲的 勞退要65歲以上 才可以領退休金 他說這樣啦 你阿公阿嬤 活著你爸爸沒退休 你把他退休金拿出來 我們拿來一起買房子 我可以這樣 意思是怎樣 你這接力貸 你已經貸款 不是就你這一貸 你可以貸款超過三貸 所以我一直認為 老共有可能會貸款超過四貸 然後到五貸同堂 有可能你自己五貸 你阿祖要再貸款拿出來 太慘了吧 所以還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這個部分來講還不夠氣場 我覺得說中國真的是越來越厲害 現在共產黨嘛 你看他封街 封的北京 封的上海 封的東北 老百姓都不會革命 好厲害 這個革命的心 為什麼都不會拿出來 都不會反抗 最近又在這個河南的一個新 叫做新高區 這個區很不錯 這個區他們的一個人大代表 去蓋了一個 利用他黨政軍特的特權 去蓋了一個 吸引了很多外省的人才 結果有兩千多位 裡面481位碩士 189位博士 因為這個新高區有四所大學在那邊 吸引到很多優秀人才 對 都高學歷的 對啊 就是這個高知識分子 這都很好人材嘛 來 結果到了 買了房子一百萬元 比附近的房價還貴 而且又蓋不下去 蓋不出來 這些高知識分子 將近兩千多位的 教職員工搞學家也好 他們怎麼撞得住 而且目前中國大陸 你看我們發現 錢你不出來 半夜三斤要去排隊 就連那個一千塊人民幣的情形 已經在各地發生 因為過去恆大也好 還有很多房 很多那個大型的公司 房地產 錢都沒錢了嘛 所以共產黨是沒有錢了嘛 所以為什麼中共的 你們那些小粉紅 回去找你們的高官 那個每個高官 每個書記的錢都放在家裡頭 很聰明 他不會放在銀行 因為放在銀行會領不到錢 放在家裡頭就好了 所以中國這陣子裡面 不要說是這個民生問題 這個經濟的 還有包括我們看錢的問題 房地產問題點 可能在後面一波 這個事情也爆發更嚴重的問題點